习近平赵建民起老板刘强东王健林再度缺席,捐记借消息人士曹山时在推特曝光与会人员的作息名字图,推特图骗国际民退左倾政策成为热门话题引发舆论强烈反弹,后习近平一个多月那四次抛就新丸,近日习更是赵建民起老板开座谈会进行安抚将而备受关注的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 与外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两人缺席会议习近平11月1日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接见10名企业家代表,习在座谈会上强调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习近平还开出期票,下一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包括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等 暂时习近平这1月多来第4次发表言论,安抚民营企业据新华社报道,当天的在座谈会上有十位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中共经济界消息人士曹山时,在推特曝光与会人员的作息名次图,备受关注的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与外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两人都学习此次座谈会 在此之前中共官方发布改革开放40年版明节出民营企业加名单同样被视为为民企再打一记强新针 中共官媒称,推荐这个名单的目的,是要在所谓的改革开放,40年之际鼓励民企老板不忘创业初心带名单中 也没有王健林和刘强东 华人富豪榜,发布王健林首次超越李嘉诚,成为全球华人首富 但在2017年王健林运程逆转,因涉嫌在海外违规并购而招致北京重罚 如今王健林已由首富变为首富 而刘强东此前在美国涉嫌强奸被捕 丑闻震惊于论据美国警方9月4日公布的报告 刘强东涉嫌强奸发生在8月31日凌晨一点左右当晚 被捕入狱16个小时后获释 警方对刘强东一案的描述是一级性犯罪 强奸计罪CSCRE、CSC-RAPE-COMPLTE 根据明尼苏达州的法律一级强暴罪 只要最后被定罪刑期至少12年起 如今刘强东强奸案仍在调查中 有华裔刑案律师认为刘强东遭起诉的可能性超过90%案件 一旦开始会涉及重新逮捕等问题 刘强东不仅是中国大陆商界亿万富豪 同时还有中共全国政协委员身份 并兼任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作为中 中共的红顶商人却在美国遭遇强奸犯罪指控 无疑是中共一大丑闻 关注这种程度的问题 对 年纪买军 这种很有可能性